那很多处伯说老花一三角梅怎么养啊怎么种啊 这个棚里面呢是我们今年用来搞实验的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跟一些个农户去讲 我说你们用泥炭土去给我们养护 他们去好像是观念打不开还怎么着 就是基本上很难找到合作的 当然了在云南的时候呢 也去跟友商合作过 就是类似于这种泥炭土的 但是呢根系长得不是特别理想 那这一批全部是我们进了大概有七八个品种的 芹花品种的三角梅吧 我们自己来搞实验的 关于种植这一块呢土的话 就老花一的一个通用配方土了 然后呢光照大家也可以看到 基本就是全日照 那么呢我发现一个事啊 就是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表现的状态不是特别优秀 而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迎来了开花 也就是说什么呢三角梅 虽说是不怕热 但是在春秋天还是长得旺 就跟人一样 人有的不怕热 你看那春秋天还是活动频繁 它夏天的时候也是摊凉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光照呢务必要给足 土的话呢老花一已经帮大家试过了 用老花一的通用配方土 也就是泥炭土呢 是完全OK的 也不存在说是空不出花来 关于空花的一块呢 众说纷纭 有的人呢可能会 说是这样那样 其实呢你只要有光照 我跟你说到时候它都开 三角梅就这样 还有一个就品种的原因 部分的这个品种 你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这个 跟后面那个都已经开花了 其他的呢就是刚刚要露花苞 有的甚至说连花苞还没有露 不过你看这些叶子都长得很漂亮 长得都很粗壮 根系呢也比较OK 那这个机会打开的效果了 根系刚刚长满 现在呢是达到了出货的标准 老花一也陆陆续续在出货了 反正你就记住几个事呢 就是光照一定要给足 夏季高温啊 就是适当的折扬一下会比较好放到凉快点的地方 春秋天是旺季它怕冷 去年的时候在昆明那个种植户 我们一块聊的时候也是 它就由于去年昆明那是经过了霜冻 有三四个月 它根系都不长 也就是说你冷嘛 它可能能扛过去 但是可能要有一季 它不怎么爱长 所以说你要盖的这个点 你比方说如果说我们冬天 不进行一个良好的加温 可能到了明年春天就长得很慢 或许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又长得很快了 所以说这个呢 还是比较怕冷的 话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点 喜欢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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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光照 枝条长得过分长 就像 我给你拿一个吧 你看这个品种的话 枝条就长得过分长 它是有腾性的 就是能爬腾的那种感觉 跟茉莉一样 你如果说过分长 你们记得修剪一下就行了 还是要给足光照 关于肥料这一块的话 我们没有大量的适用很多的肥料 我们更多的是用的缓释肥 也就是经常跟大伙说的 那个通用型的缓释肥 然后呢 有一小撮的呢 有些黄花病了 然后我们打过几次反水水 也就都回来了 懂这个事就行了 其实也比较简单的 三角梅你只要有光照 都比较好养 也是有花友开玩笑说 养花的尽头都是三角梅 因为你只要给足了光照 其他的都不重要 它就能一直给你开花带来回报 觉得不着急的点个关注吧 这是一篇关于三角梅的一些 我这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臭包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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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